苍浪之水清兮,可以浊无鹰,苍浪之水浊兮,可以浊无足,这是屈原在被贬折放逐之后曾经在苍浪江上和渔夫的对话中,渔夫对屈原的一个委婉的劝解和忠告,世间没有完全纯粹的一尘不染,尤其是在官场,何光同尘往往比与世独立要更加的造福于民,古代社会里,封建王朝治乱更替的过程中,最遭罪的往往都是处于弱势的广大黎民百姓们,所谓兴,百姓苦。 王,百姓苦便是如此,老百姓们作为被统治的对象,在看天吃饭的时代里,往往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。 一旦遇上灾年就是卖儿卖女,千里恶嫖的悲惨局面,即使是在盛世王朝,也同样会有因为天灾人祸而导致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,所谓的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,也会有洪涝灾害,在一次南方遭遇特大干旱的时候,乾隆皇帝派河深前去放粮赈灾, 谁知河深在放粮的时候一个劲的网州里掺沙子,后来不仅没被弹劾,还反而受到了皇帝的称赞,以至于几百年后这种做法都还被世人肯定。 大家好,欢迎订阅巧看史记,康熙初年至乾隆晚年,这段被称为康乾盛世的时期,是清朝国历最为鼎盛的黄金岁月,然而,繁华的表象下,暗流涌动,康熙和乾隆这两位雄才大略的帝王,在晚年都出现了懈怠朝政的情况。 康熙晚年沉迷于考证学问,对朝政渐渐失去兴趣,乾隆则陷入了对权力的痴迷,沉溺于文字域和寻幸等活动,这种懈怠不仅影响了朝廷的日常运转,更为后来的政治腐败埋下了祸根,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一些能臣开始崭露头角。 其中,河珊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,他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出色的办事能力,迅速赢得了乾隆的青睐,然而,河珊的才能与他的贪婪同样惊人,这为后来的历史埋下了伏笔,河珊的崛起,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对才能的渴求,也暴露了皇权制度下选拔人才的局限性。 在这个时期,清朝虽然表面繁荣,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各种问题,官场腐败,励志不清,民生困苦等问题日益严重。 乾隆年间的一场大旱,就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,这场旱灾不仅暴露了清朝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的不足,也凸显了官僚体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。 如信息传递不畅,救灾物资分配不公等问题,乾隆年间,一场严重的旱灾席卷而来, 面对这场天灾,乾隆派出了他最信任的大臣和珅前往灾区震灾,这个决定既体现了乾隆对和珅的信任,也是对和珅能力的一次考验,选择和珅负责如此重要的任务,反映了乾隆对官僚体系效率的不满,也显示了他对和珅才能的倚重。 和珅带着大量粮食来到灾区,本以为粮食足够,却发现消耗速度远超预期,经过仔细观察,和珅发现了问题所在,很多并非真正的灾民也来领取救济粮。 面对这种情况,和珅想出了一个妙计,这一发现暴露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投机心理,也反映了救灾机制的不完善,和珅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。 他抓起一把沙子,直接扔进了熬粥的锅中,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那些并非真正困难的人看到州里有沙子,纷纷离开了。 而那些真正贫困的灾民,即使州里有沙子,也依然感激地吃了下去。 和珅的这一决策,虽然看似残酷,但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,他既解决了眼前的问题,也暴露了当时救灾体系的不足,这个举动不仅解决了当时的问题,还被后世的专家们称赞。 和珅的这一决策,体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行动力,他用一把沙子,巧妙地区分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和那些投机取巧的人。 这种方法虽然简单粗暴,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最有效的,他不仅体现了和珅的智慧,也反映了他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,和珅的才能无疑给乾隆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然而,和珅的贪污行为也是人尽皆知的。 那么,为什么乾隆会对和珅的贪污行为如此宽容呢? 这种宽容背后,折射出的是乾隆晚年对权力的依赖,以及对朝廷稳定的渴求,乾隆的态度,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君主制度下的统治困境。 首先,乾隆并非不知道和珅的所作所为。 作为一个精明的帝王,乾隆对朝中大臣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,他选择不处置和珅,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。 乾隆的这种态度,反映了他在处理复杂政治问题时的权衡之道,他在个人道德和政治需要之间做出了选择。 这种选择虽然短期内维持了稳定,但长远来看却埋下了隐患。 其一,和珅的能力确实出众,无论是哪个部门出现问题,只要派和珅去处理,都能迅速解决,在晚年力不从心的乾隆眼中,和珅就像是一根顶梁柱,支撑着整个朝廷的运转。 和珅的能力不仅体现在具体事物的处理上,更体现在他对整个朝廷运作机制的把控上,他能够在复杂的官场中游刃有余。 这种能力是乾隆所看重的,其二,和珅对乾隆忠心耿耿,在乾隆晚年,陪伴在他身边的不是皇子们,而是和珅这个外人。 这种君臣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君臣之意,更像是一种父子关系,和珅对乾隆的忠诚,不仅体现在政务处理上,更体现在个人情感上,他能够理解并满足乾隆晚年的心理需求,这种能力是其他大臣所不具备的。 其三,和珅的存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朝廷的稳定,虽然和珅贪污,但他也有一套独特的平衡术,他能够从其他官员手中轻易地收取钱财,但同时也能让朝廷各部门高效运转。 这种微妙的平衡,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朝廷的稳定,和珅的这种能力,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乾隆晚年统治力下降的缺陷,成为维持朝廷运转的重要力量。 嘉庆即位后,为了树立新政权的威信,果断处置了和珅,然而,和珅的倒台并没有给朝廷带来预期中的清明,相反,朝廷变得更加动荡不安。 这种情况的出现,反映了清朝政治体系的脆弱性,也暴露了过度依赖个人能力治国的弊端,和珅的倒台,犹如打开了潘多拉摩河,释放出了长期被压制的各种矛盾,没有了和珅这个定海神针。 朝中各种矛盾开始浮出水面,那些曾经被和珅压制的官员开始争权夺利,朝廷的运转效率大大下降,各种问题接踵而至,就算嘉庆尽力也难以应对。 这种局面的出现,一方面反映了和珅在位时确实起到了稳定朝局的作用,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清朝政治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。 这时,嘉庆才意识到和珅的价值,虽然和珅贪污,但他确实在维持朝廷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,嘉庆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,但为时已晚,嘉庆的后悔,反映了他对政治局势判断的不足,也显示了清朝统治者在面对复杂政治问题时的困惑,这种困惑,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清朝统治的逐渐衰落,和珅无疑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,他的才能与贪婪并存, 他的功绩与过错同在,评判和珅,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划分,和珅的案例,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清朝中后期政治生态的重要窗口。 通过和珅,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运作机制,以及权力与才能之间的复杂关系,和珅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, 他在救灾、理政等方面都表现出色,他的沙字论更是被后世称赞为智慧之举,然而,他的贪污行为也是事实, 这给清朝的统治埋下了隐患和珅的才能,不仅体现在具体事物的处理上,更体现在他对整个政治生态的把握上, 他能在复杂的官场中游刃有余,这种能力既是他个人成功的关键,也是乾隆以重他的重要原因。 与秦慧等历史上的大奸臣相比,和珅并未做出卖国等无可挽回的恶行,他的错误主要集中在个人品德方面,而非国家大义, 这也是为什么和珅在历史评价中虽然被斥为贪官,但并未被彻底否定,和珅的案例,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机会, 我们需要在个人道德和历史贡献之间找到平衡,以更全面,客观的视角看待历史人物,和珅的存在,某种程度上维持了乾隆晚年清朝的稳定, 然而,这种稳定是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的,和珅的贪污行为加剧了官场腐败,而乾隆的纵容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风气, 这种短期稳定与长期隐患之间的矛盾,反映了封建统治的内在缺陷,和珅的案例,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权力运作机制的典型样本,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,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,和珅的案例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弊端, 在一个健全的政治体制下,不应该依赖单个人的才能来维持国家的运转,和珅的才能与过错,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, 它的存在,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制度本身的问题,延缓了必要的改革,和珅的案例提醒我们,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,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制度环境,同时,它也启示我们,建立健全的制度比依赖个人才能更为重要。